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潜艇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更是有人将弗吉尼亚籍称为猴版核潜艇 那么面对质疑声被寄予厚望的致命战舰 到底是货人驾驶还是须有其理 2015年8月4日 美国媒体对外发布了一篇名为 新潜艇美国海军的最知名战舰的文章 据悉 这个所谓的最知名战舰 指的是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籍核潜艇最新一艘 约翰·沃纳号 美国媒体的这篇文章 给予这条潜艇非常高的评价 甚至将其称为美国现役战斗力 最为强悍的核潜艇 据了解 约翰·沃纳号是弗吉尼亚籍 三型核潜艇的第二艘 改艇的水下最大排水量为7800吨 全长为114米 配备了12枚战斧巡航导弹和MK48鱼雷 而且水下静音效果极佳 甚至被美军称为世界上最安静的核潜艇 除此之外 约翰·沃纳号采用了新型的高清红外摄像技术 以及光电围杆设计 信息化程度非常高 所有作战信息 均可以在潜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清晰显现 以便艇长能够更加清楚地指挥战斗 更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潜艇的操作系统十分简便 只需要一个操纵杆便可以完成潜艇的上升 下潜以及战斗等动作 以至于由美国军官将其操作该潜艇 形容为玩大型电子游戏 一系列新技术的使用 让约翰·沃纳号格外引人注目 而除此之外 就连它的名字 在整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家族中 都是最为特殊的 据悉 在此前服役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全部以美国各州的名称来命 而约翰·沃纳号却独树一致地 使用了美海军部前部长的名字 而先进的性能 与独特的命名方式 给约翰·沃纳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该艇于今年6月26日 在诺福克海军基地正式举行日语仪式 美国各大知名媒体 以及部分外国媒体纷纷到场 美海军部部长亲自到场主持仪式 而与之相比 同样为弗吉尼亚级三型 并且是首艇的北达科他州号核潜艇 服役至今已将近一年的时间 却始终是莫过无人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艘刚刚服役的弗吉尼亚级 确实有很多的与众不同之处 那么就在约翰·沃纳号服役的同时 美国也将它的核潜艇建造速度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调整 2014年9月1日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第12艘 约翰·莫纳号 在纽波特造船厂举行下水一致 在仅仅20天之前 第11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北达科他号刚刚服役 而第13艘伊利诺一号 也在一个月之后正式开始建造 短短两个月内 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一艘服役 一艘下水 以及一艘开工建造 如此快的建造速度令外界震惊 不过就在不到一年之后 美国海军的胃口似乎突然变得更大 2015年4月6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计划 将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建造速度 由原来的一年两艘 移升至一年三艘 据悉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建造工作 是由美海军 通用动力公司 纽波特造船厂联合完成 迄今为止 已有1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交付美海军使用 还有7艘目前正处于建造之中 但根据美海军最新版的30年造舰计划 按照目前的潜艇建造速度 到2029年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交付数量 仅为41艘 完全不能符合美国海军的要求 继续提升建造速度 成了美海军的当务之急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美国一年开建三艘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能力表示质疑 据了解 美国海军潜艇制造商和美国国会 始终试图压低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建造成本 采取包括设计变化 以及工业创新等措施 降低资金投入 他们认为 到2029年 美国海军潜艇部队 需保证48艘攻击型核潜艇的底线集合 不需要大规模建造 其实他现在这个建造速度确实是很超出常规了 我认为实际上是美国海军 他对对手和战略形势的一个战略判断发生改变了 换句话来说 他之前的某些战略判断可能出现了误差 现在发现了问题 赶紧在这不窟窿打补丁呢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它的建造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数量增加的同时 质量也并不差 随着一种非常特殊能力的加入 也使得美国弗吉尼亚级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无人飞行器的出现 改变了长久以来一成不变的战争规则 以至于现代战争之中 有人机的地位正在不断下降 越来越多的侦察突袭任务交给了无人机 而就在无人飞行器正在陆地和空中战场大显神威的时候 一种特殊的水下无人机也开始兴风作浪 2015年4月15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将会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进行投放水下无人机的实验 据了解 此次部署的水下无人机全重226公斤 长约3.25米 配备有视频摄像头 双频声纳以及GPS定位系统 据悉该型无人机可以在潜艇所能承受的任何下潜深度投放 并安全返回潜艇已被重新使用 美海军新型水下无人机被曝光之后 由美国军方人员对外宣称 现阶段投放的水下无人机尚处于试验阶段 只具有简单的侦察以及危险探测能力 不过美国军方还表示 水下无人机在未来将会拥有不俗的攻击能力 并主要用于精确反潜以及二次攻击 美海军希望水下无人机可以像空中无人机改变陆地和空中战争那样改变海洋战争 应该说有了这个水下无人机的加入确实让弗吉尼亚级是如虎添翼 那么就当它准备要上天入海的同时 人们却发现在它的身上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2015年8月5日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三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因事故 被迫停止一切日常训练任务返回船务进行维修 对于仅仅服役了12艘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来说 四分之一的力量集体爬窝无疑是重大挡击 不仅如此 在这三艘核潜艇当中 刚刚服役不到两个月 并被赋予很高评价的约翰沃纳号也赫然在列 据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制造厂商 通用动力电厂公司负责人表示 此次三艘核潜艇出现的故障 主要原因为核反应堆在向发动机输送蒸汽时 运输管道出现问题 虽然该公司负责人并没有详细介绍事故具体内容及原因 但他表示 此次故障可能导致发动机损毁或者报废 甚至出现反应堆起火爆炸等灾难性事故 与此同时 美海军潜艇部队也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此次事故的调查进展 并对已经购买的军工产品质量进行了严格检查 而剩余尚未出现类似事故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也同样在检查的行列当中 实际上 早在今年年初 并有潜艇官兵向上级反应过类似故障问题 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直到半年之后 才有部分官员出面对此事进行初步调查 但当时得出的结论却是 这些意外情况并不会构成事故 只需对核潜艇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即可 但我们说到 其实在美国整个非常庞大的核潜艇部队当中 除了之前短片 咱们一直提到的弗吉尼亚级之外 还有一款潜艇可以说更具有争议 究竟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美国海军 是世界上拥有核动力潜艇最多的国家 其中攻击型核潜艇占据绝大多数 主要型号为洛杉矶级 弗吉尼亚级 以及海狼级 而在它们当中 海狼级显得十分特殊 它虽然只有三艘正在服役 但却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 据了解 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长99.4米 宽12.9米 水下排水量达到12,139吨 是美国历史上建造的最大攻击型核潜艇 除此之外 海狼级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9节 这样的速度至今 也很难有其他核潜艇可以超越 而在武器配备方面 海狼级核潜艇的8具660毫米鱼雷发射管 能够发射反舰导弹 各型鱼雷 以及战斧巡航导弹 武器携载量也达到了惊人的50美 再加之出色的静音效果 以及声纳系统 海狼的战斗力远超同时期世界上其他攻击型核潜艇 但与此同时 海狼级过高的技术要求 导致建造成本始终居高不下 以至于第三艘吉米卡特号的建造完成之后 美国政府便无力支付高昂的建造费用 只得将原有的28艘的建造计划草草结束 而负责接替海狼级成为美国海军主力的 便是弗吉尼亚级 然而如今被视为美国海军潜艇部队顶梁柱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在各项性能上均与海狼级存在着较大差距 其中最为全熟的便是下潜深度 据悉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理论最大下潜深度为450米 实际战斗深度仅为260米 与海狼级最大600米的下潜深度相差甚远 而性能上的缩水使得弗吉尼亚级在价格方面有着很大优势 也正因如此 有不少军事爱好者长期以来称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为廉价货 甚至有人直接将其称为头版的海狼 作为美国海军的最重要的水下力量之一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拥有十分出色的水下静音能力 以及强大的攻击能力 任务类型也是多种多样 堪称是一款多才多艺的超级武器 然而就是这样一款被寄予厚望的核潜艇 却一直背负着猴板的用力 更因为廉价所带来相对的低性能 而被外界称为民不服食的代表 那么这款在权材与低能之间自相矛盾的所谓致命战舰 在未来是否还会得到出人意料的发展 恐怕只有美国海军